在江苏省丹阳市的一个小村落里 竟然有六口古井日夜沸腾 而井水的颜色三清三浊 喝起来的口感更是奇妙 有的像雪碧味 有的像啤酒味 走进科学将带您实地探寻 解读费井背后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现在从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马上您就明白了 这不是六口井吗 当然这个井从外表看出来 也有些不大一样的地方 我们往往见到的都是有这么一个井栏 也就是这么一口井 但是您看了没有 它这些井全排列在一起 相距据说也就是一米的样子 而且这个井您看了没有 井栏上石头上都磨出常年累月 打水这个绳子拽出来的痕迹了 这些井在哪呢 这些井在丹阳 据说这些井还会沸腾 另外这三口井你别看挨得这么近 但是井里面的水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大体上说是三清三浊 而且据尝过这个井水的人还说 这三口井的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江苏省丹阳市境内有六口沸井的事情是真的吗 井水为什么会沸腾呢 我们决定去一探究竟 沸井距离丹阳市区大约20公里 位于严陵镇的九里村内 我们到达的时候 这几口古井正被慕名而来的游客 重重包围了起来 乍看上去 这几口古井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 不过探头一看 井水果然呈现出一种类似沸腾的状态 一位工作人员咬出井水 让游客们足以品尝 听他介绍 这几口肺井中的水喝起来 味道完全不同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有点微微的口音 这颗井 这颗好像就有点那种 带一点铁矿石的那种感觉 入口的时候 有的像气嘴味 有的像那个雪碧味 还有像那个啤酒味 很像吗是 这很像很像 这是真奇的 仔细观察 这几口古井沸腾的剧烈程度略有不同 井水的颜色更是有的清澈 有的浑浊 那么井水沸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想到 这是不是温泉呢 明确的记载 就是说江苏有四大温泉 包括南京的汤山温泉 包括维港温泉 包括还有江苏的东台温泉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江苏丹阳有温泉 其他三个温泉都是已经开发的 现在已经作为一种温泉旅游资源在使用了 就是丹阳没有做开发 关键原因是没有探明它的具体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里会不会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的丹阳古温泉呢 温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水温 所以只要测量一下井水的温度就能得出结论 我们找来专业人员 分别对六口井进行了测量 发现井水的温度都在19摄氏度左右 与我们印象中的温泉相差甚远 温泉首先它的温度 泉水的温度要比地表水温度高 具有开发价值的应该是在40度以上 当然它以为它的 比如说你的流量要达到开发利用的价值 你的这个温度要达到我们这个使用的标准 如果温度太低了那就不具备使用价值了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开发价值的低温温泉 这种温泉的水温可能只有十几度 由于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季 所以看着就不太明显 如果是在冬季就比较容易变远 因为我不同季节去错过 但是它的这个温度基本上是跟我们自然状态的环境温度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它仅仅是地下水的一种现象 而可能并不是那个地下有这种温泉 因为如果是温泉的话 那么在冬季的时候 它的这个温度就会 热温就会比较明显了 温泉的猜测被否决了 那么井水翻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种奇怪的现象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在废井的旁边就是祭奠春秋时期著名贤者祭子的祭子庙 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 有祭子庙的时候就有了这几口古井 而祭子庙的始建年代非常久远 已经难以搞正 祭子呢 它叫祭子 是春秋时期 吴王寿孟的第四个儿子 因为他很有才能 他的父亲呢 寿孟就想把王位 存存给他 他这个父亲的意思呢 也得到了祭扎三位哥哥的认同 那么祭扎呢 他认为继承王位 不是他应手的机翼 所以他一浪 再浪 三浪 最后就逃根到爷林这个地方 如果费井的年代确实跟祭子庙的年代一样久远 那么在相关的文献中会不会有所记载呢 我们来到了丹阳市图书馆 查阅后发现 早在南齐书中就已经有 《火祭子庙观费井》的记载了 由此可以确认费井的年代 不会晚于南北朝时期 但是另外一个发现 却让我们疑惑不已 虽然在很多文献资料中都提到过费井 但其中关于费井数量的描述却并不一致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当地曾经有过说有白口井的一种记录 我们中国的这个余地质当中就说 酒里有费井百余口 那么这个也一直是让我很纳闷的 在费井的旁边有一个池塘 名为费塘 据说这里曾经是古运河的河道 我们发现在费塘中也有多处不停冒泡的地方 和费井中井水翻腾的样子确实有几分相似 会不会费井百口的说法与此有关呢 我曾经到当地去点过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费井在内 费井现在是六口 那么这个池塘里加起来 我曾经点到过99处 那么而且这个费井堂的费塘的位置 这个全眼费塘的位置 它是终年不变的 既然如此 村子里应该还有别的水井 那里的井水是不是也同样翻腾不止呢 然而我们探访后发现 这些水井完全没有类似的迹象 如果说起开凿年代 季子庙里的这口水井同样历史久远 但是这口水井同样非常平静 而且水质清澈无比 看来这种奇异的现象只发生在那六口井身上 既然费井存在已经有上千年之久 那关于井水形似沸腾的原因 历史上就没有什么说法吗 费井呢 就是英庙 扬名 因为有祭祀庙啊 大批的乡客 到达来祭拜啊 所以宋朝有诗人就也评价了这个一个费井啊 他说天为佳贤 表清静 这个就是表示这个 祭祂的精神感动了上仓啊 祭祀的精神感动了上仓 所以有了费井习惯 这自然是人们对于这位贤者的一种 崇敬和附会 那么祖辈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们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呢 我们在村子里进行了一次走访 然而我们发现 大多数村民对此同样感到非常好奇 他们也不知道井水为什么会日夜翻腾 不过一些年老的村民都提到 传说是因为祭子庙在这里 所以井底有龙 那些水泡就是龙在呼吸 这个说法自然毫无科学性 但这让我们忽然联想到 井底会不会有一些鱼之类的生物呢 冒出的那些气泡 就是这些水下生物 呼吸产生的 村民陆三宝经营着一大片鱼塘 跟鱼有关的事情 想必他非常清楚 然而当我们就此咨询的时候 他却立刻否定了这个猜测 鱼猫泡 它是一两个泡 它是一两个泡 它也不 这个鱼 它不经常猫起 那很多鱼聚集在一块也不会 也不会 很多鱼聚集在一起 除非你这个堂里面的 鱼泡比较多 它从那个地方走的时候 它那个就是 鱼上来的地区 一条线走过去 它就没有了 而村委会主任提供的一个线索 更直接证明了 井底并没有什么生物 村子里早年曾经清理过一次井底的鱼泥 在井下挖出了一些古钱币和首饰 应该是古人许愿祈福的时候 特意扔进去的 挖到井下面的时候 除了这个发现了这些钱币啊 这个金钗啊 还有没有别的发现 嗯 那没有什么别的发现了 就几下 就是应该是那个 能装了吧 就是就是那个 就是那没用的装 装在那个里面 那么 是不是这几口废井的水质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请来了丹阳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 分别提取了这六口废井的水样 现场的检疫检测 并没有看出这废井的水质 有什么特异之处 工作人员决定 把这些水样带回实验室 进行一次更系统的分析 检测出井水中各种元素的含量 大家都想知道 井水中会不会含有什么特别的成分呢 检测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工作人员发现 井水中一些元素的含量 确实与普通井水有较大差别 总体来讲 就是说他们的像总印度啊 概念粒子啊 这个 普遍的来说浓度都相当的高 像其他的 我们这个本地方的水井里面呢 就像你像总印度 也就在一个四五百左右 但是呢 像他这个水井里面 他六颗水井里面的 总印度的浓度 基本上都达到了 一千六 一千七 这个概念 然而 这仍然无法解释 井水翻腾不息的原因 由于条件所限 环境监测站 无法对气体进行分析 但是工作人员认为 井水翻腾的原因 应该是因为下面有气体涌出 而且最有可能的就是天然气 在20 里头大概有十几公里这个样子吧 发现那个浅沉天然气呢 就是在那个压盆里面 它养鸭子嘛 养鸭子呢 然后它要打一颗深井 结果一打呢 就把那个气整体就打通了 气就冒上来了 冒上来呢 然后它就弄个火去一点 那个火一下子穿到 火炎那么高 吓死了 既然在附近十几公里的地方 就发现过浅层天然气 那么井水翻腾的原因 确实有可能与天然气有关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井里冒出的气体 是天然气的假设 负责看守济子庙的赵道长 很不以为然 他说 以他多年的观察 绝对不会是天然气 为了让我们相信 他找了一个打火机 点着后放入井中 果然 在接近水面的地方 火苗就熄灭了 见此情形 记者也学着尝试了一下 结果是相同的 会不会天然气的浓度很低 而打火机的火苗也不够稳定呢 我们决定 找根可以长时间燃烧的蜡烛 来做个试验 和刚才一样 蜡烛的火苗也没能坚持太长的时间 那么 在井水翻腾程度最轻微的那口井里 蜡烛也会熄灭吗 当把蜡烛放进那口井的时候 我们发现 蜡烛虽然一直有即将熄灭的迹象 但一直没有完全灭掉 而在井水翻腾程度最厉害的那口井里 蜡烛刚过井口 就瞬间熄灭了 通过点燃蜡烛这一系列的实验 我们起码说能够证明几点 首先第一点 这个井下确实是有气体涌出的 否则的话蜡烛也不会灭的 那么另外 那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说这个蜡烛 入到井里面的位置又不是很深 在周围无风的情况它能灭 还是证明下面有气体涌动出来 并且这些水看起来沸腾的现象 其实就是这个气体往外涌的现象 这个气体如果涌上比较大 你看那个水就跟滚开了一样 如果只是有一两个气泡 说明它涌动的程度并不是气体量很大的一个样子 另外一点 我们说起码也证明了这个井里面的气体不是像甲烷 天然气之类的可燃气体 否则的话这个蜡烛应该是越着越旺才对 在拍摄的间隙 一个偶然发现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如果在杯子中倒入的是普通的自来水 则基本没有气泡产生 但是当把费井的井水倒进杯子后 杯壁上竟然会出现类似碳酸饮料产生的气泡 因为那个数据呢 你像碳酸饮料很简单 就是把二氧化碳要进去 把二氧化碳就是要在那个里面 对吧 你要汽水 汽水 汽水什么东西 就是二氧化碳要在里面 然后就是汽水 然后喝起来就一股那个味道 费井里冒出的气体会是二氧化碳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它的雪壁啤酒之类的口味就很好解释了 在地质专家看来 那里的地质条件确实有形成二氧化碳气体的基础 我们这边是一个长江充气层 因为它这个边上的这个琥珀 资源是比较多的 因为这个江南这一块呢 这个气候条件也比较适宜汽水生长 所以说在那个沼泽的地表啊 这个汽水应该是 这原故的应该是相当茂盛的 后来因为地质构造运动 把这一层覆格到地下之后 也就是有机物埋藏到地下之后 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 以及生物的反应 它形成了这个二氧化碳气体 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 在距离沸井几十公里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很大的二氧化碳气体矿产资源 看来井水翻成的原因 很可能就是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涌出造成的 但是为什么相邻很近的这几口井 颜色 口味还有不同呢 即便是在丹阳范围 我发现的井水味道 滋味都是基本一致的 那么这六口井 如果说你六口井的滋味是一个味道 我还容易相信 因为在这么一个大区域嘛 那么它如果产生了六种滋味 就让我觉得很纳闷 而且差异性又是很大 根据常理推断 这六口井开凿的位置这么相近 应该是来自同一源头的 因此它的颜色口味应该基本相同 难道是这些井的深度有区别吗 我们找来了一根长竹竿 进行了一次实地测量 结果发现 六口肺井的深度 基本在三点四米到三点九米之间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这几口井是同一源头的 那么当其中一口井水位下降的时候 其他井的水位也应该一起下降 已经它们之间是连通了 然而我们通过打水让这口井的水位下降之后 却发现其他几口井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那么我曾经对这个其中一口井也做了抽水的一个处理 把这个井水基本上抽到底了 但是井水还在不停的翻滚 也就是说这个地下水还在一直往上涌 我把这个肺糖水全部抽干之后 它的井水也是没有变化的 而且费城程度也是没有变化的 看来这几口肺井很可能来自不同的源头 但是在互相之间的距离 只有一米左右的情况下 这几口井怎么会有不同的源头呢 通过查阅当地的地址资料 我们发现 肺井所在的位置正处在几条大的断裂带交汇的地方 而专家认为费井奇观的形成 很可能与这种特殊的地质环境密切相关 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类似于书卷的地质景观 其实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地层 这些地层的原始状态是水平的 但是经过亿万年来复杂的地质构造运动 就形成了现在弯曲甚至竖直的状态 而专家推测 在这几口肺井的下面 很可能就是这样竖直状的地层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分析 它是这样的 在断层中间它是层状的 也就是说我们地下水是通过不同的层之间 传输的过程中 它是互相应该没有太多的水利联系的 在我们在表现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每一颗井它是每一层的泉水 所以它在这个运输过程中 它携带着化学物质 是根据每一层的 这个地下的地层的化学物质 是息息相关的 看来井水翻腾的原因正是由于地下有二氧化碳气体涌出 而由于井下存在着树脂状的地层结构 每口井的井水在运输过程中 携带的物质也不尽相同 从而形成了井水颜色和口味的区别 我们说这个结论恐怕在很多朋友看来还是相当粗浅 的确如此 但是毕竟这是一处文物 一处文化旅游的风景名声 我们说给人井直接刨了 看一看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看明白了 到时候这井既不沸腾了 六个井的颜色也完全一致了 甚至有可能到时候井里没水了 这责任我们可担不起 再有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粗浅的结论 实际上就像我们人了解自身 了解大自然了解地球一样 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只能说 我们对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是一个粗浅的了解 亿万年的沧海桑田 多少带着这种变化 它不是我们人凭目前我们短短 120年的这些科学进步 我们就能够全部解释得了的 也许这些问题也只能是留在今后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科照频道其他的内容 一张岸台两颗铁钉 这把砍铁的刀为何会被日本武士刀挑战 11种药水22天的等待 究竟最后入死水手 最原始的方法 做出你不可思议的事情 神秘药水配以古代工艺 究竟能否创造消贴如泥的奇迹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砍铁的道路